到底是温暖还是猜不透 到底是愿意付出还是没有安全感 当你分不清的时候 再加上肉体的诱惑和愉悦 你到底跟他是在谈恋爱 还是跟他在玩游戏呢 你有订阅你有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心脏砰砰跳吗 感觉恋爱了吗 第一次恋爱千万不要找这些星座 最不适合当初恋对象的星座 就是这三个哦 我们来看是哪三个呢 狮子座 狮子啊是很多女生喜欢的星座 毕竟女生呢喜欢小鸟依人 最喜欢霸道总裁不是吗 但是你知道吗 狮子本人呢想很多哦 尤其是谈恋爱这件事情 对于狮子来说 根本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比如说你请狮子 把他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具体的说出来 你让他描述一下试试看 他基本上是描述不出来的 我跟你说这对他来说很难 不像别人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帅的啦细心的啊双眼皮啊 自律心强啊要很幽默啊 我跟你说狮子 他根本连一个都说不出来 他能告诉你 我觉得只要感觉对了什么都好 什么叫感觉啊 双眼皮你能感觉得出来吗 还是他幽默你能感觉得出来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看狮子的历刃啊 每一个类型都很不一样 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这就是狮子的恋爱观了 狮子在很多地方呢都很有逐渐哦 但是说到谈恋爱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见 这一点不得不遗憾一下 而且也相对呢狮子比较被动 通常都是别人接近他们 他们再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哦 然后再挑剔一下没什么大毛病 那就来恋爱试试看啦 你看狮子攻击力这么强 但是好像恋爱有点佛系还是没逐渐呢 而且更厉害的是狮子跟一个人分分合合 拖很久的恋爱状况是很多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人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 同时呢他还在瞧别的机会 是不是有更不错的机会 狮子真的在恋爱上面既犹豫不决又复杂 所以狮子座不适合当初恋对象的理由 关系有点复杂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双子座 双子啊看人做事就是图个新鲜感 你不想承认也不行 看到没见过的感觉到不错的呢 他就会想要多看两眼 有机会呢还会夸两句 嘿你的手很漂亮哦 你怎么身材保持这么好 你的工作怎么这么成功啊 太会撩了吧 只要他愿意呢 还会拿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跟你互相去配合 嘿这种感觉就是高情商高配合度的人啊 很难得是不是啊 这种总会给人一种他是不是喜欢我啊这样的错觉 然后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喜欢上他哦 可是等你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发现双子事实上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 但他跟狮子的犹豫不决不一样哦 尤其在感情上双子心里常常会这样盘算 虽然你这一点很好 但是那一点却不是很好 我想让你改变 又不想要容忍 但是看起来你又不会改变 我到底是应该换一个人来相处看看 还是软硬兼施 逼你改变好了 你看双子盘算的还是蛮细的哦 他不是变成偏执狂 就是变成爱计较的样子 偶尔还会见一个爱一个 不得不说真的感觉不好相处哦 双子座不适合当初恋对象的理由 感情不容易稳定 巨蝎座 巨蝎座虽然爱家 这都是大家有口皆碑的 但他爱的是一个什么家呢 是一个可以由他掌控的家 这个家可以给他温暖 为他打造 然后对他包容 他觉得一切都是舒舒服服了 嗯很不错了 才会拿出一点真心和诚意来对你 多少给你一点信任感 否则啊不管巨蝎对你多好 对你多付出 甚至每天花多少时间给你 那只是他自己在找事做罢了 而且他会让你觉得他是值得的 他只有这个目的啊 然后顺便给你机会对他好一点 巨蝎这种对谁都是居家温暖型的特质呢 这种温暖呢是很会误导人的哦 但是他的温暖真的是想要跟你恋爱的温暖 还是他只是做自己呢 他的内心是不是这样想的呢都不一定哦 巨蝎的没有安全感那是出了名的 随时在找退路随时怕东怕西 所以他一边付出还要一边留一手 不像火象那么飞蛾扑火不留后路 当然啦这种好像很可以 但又好像很不够的感觉 会让你七里七上八下猜不透 再加上巨蝎在床上 那个功夫可是炉火纯青 火辣的很还很会撩 这个种种的加起来 到底是温暖还是猜不透 到底是愿意付出还是没有安全感 当你分不清的时候 再加上肉体的诱惑和愉悦 你到底跟他是在谈恋爱 还是跟他在玩游戏呢 巨蝎座不适合当初恋对象的理由 关卡重重难应对 好啦恋爱就是这么复杂 好像爱上一个人很简单 相处起来很难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那这个个性里面 如果你所谓的初恋嘛 就是如果你把自己 所有的心都放在里面 但是呢你却没有思考 这个人有没有适合你啊 你能承担多少啊 或者说他对你有没有用心机啊 初恋就是青苹果傻傻的投入 没有分辨力 也对自己不了解 跟对异性或者是 你喜欢的人不了解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多了 什么情伤啊痛苦啊 或者说爱不到硬要强啊 各种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主题的 关键核心在于 我们要对自己了解 然后对对方了解 慢慢的相处过程中 才能拿捏到各自的个性 能不能相互配合哦 好啦还是祝你幸福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